有朋友说想看一马 那今天就来安排一期 夏天逛这个琵琶市场是最舒服的 因为这个空调开的真的是太凉快了 尤其是从外面的门口 在外面太阳特别大的情况下 很热很热 一进来一阵冷气船身上下 就感觉说你在天气特别热的情况下 你突然间吃到了一个冰棒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舒服 这边的衣服价位相对来说是挺便宜的 而且的话它这边的这种款式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比较能穿的 就没有那种很奇怪啊 或者是很小很大的那些衣服 这些衣服大部分的话都是常规的 日常的不怎么挑身材的 这个批发市场是可以批发也可以拿货 而且这边的小妹的话态度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热情 APM那边有些衣服 它可能价格开的就比较高 但是这个衣马的话 整体来说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水平 像前面的这一组 可能看起来感觉不怎么样 但是这种款式的话 基本上是不怎么挑身材的 你不管是瘦的胖的 或者是高的矮的 它都是可以驾驭的 反倒是你这种像 那种什么呀 没有袖子的那些看起来比较好看的 像这种衣服的话 你反倒你穿上去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看 这种T恤就更不用说啊 这些 100块钱三件 还有这个档口的话 它主要是以这种有点心中式的为主 本来就可以零售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要零售的会不会找这些档口的白眼 那这个肯定不会的 即使说有些小妹确实可能是 有时候没有人 或者是各方面的 有点小情绪遭白眼 那我们也不用怕她 本来我们就是消费者 对不对 她给我们白眼的话 那我们 你也可以怼回去啊 我们是来这里消费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么多 这个批发市场 它是可以零售 又可以批发的 我现在逛的这里是三楼 三楼这边的话是男装 男装看起来这些款式都是特别的时尚的 很潮 男装的款式变化不大 夏天主要是短袖T为主 还有一些修行裤啊 还有一些就是商务类型的裤子 都是这两种类型的比较多 像夏天衬衫的男装还是比较少的 有但是不多 看前面的这一组 这些颜色都是特别的有活力 我现在下来一楼这里逛了 一楼的话主要也是这种女装 一楼这边有一个通口直接通到APM那边去的 一楼的女装也不贵 贵的话就只有那么几个洞口的价位可能稍微贵 好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